鸡鸡抚鸡鸡,喃喃不相离 哈喽大家好,我是专注激情电影的副歌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电影《醉生梦死》 片名《醉生梦死》四个字 分别代表了四个人物的生命状态 所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欲望的触感都发挥到淋漓尽致 海边的清晨伴随着闲闲的海风 一位母亲晃悠悠地来到厨房 拿出酒柜里的酒 她的小儿子老鼠正在玩着蚂蚁 朦胧昏暗的小房间里 厚重劣质的粉底 掩藏了被岁月刮花的一张脸 母亲说 她的哥哥小时候很害怕蚂蚁 但是老鼠却非常喜欢 两个人就像上辈子的仇人 微微醉意的母亲 把手安静地搭在男孩 已经日渐宽厚的肩膀 伴着心里的陈年旧曲 慢慢地舞动 她说着自己年轻的故事 以前父亲追求母亲的时候 大家都不同意 认为父亲不靠谱 但母亲义无反顾嫁给了父亲 婚后 母亲生了两个孩子 而父亲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也生了孩子 重新组建了家庭 母亲为了养活两个儿子 不得已去做妈妈丧 母亲很孤独 她希望儿子 能够安安稳稳地 不要在外面乱来 整日处在四醉四患中的女人 就这么唠唠叨叨地 活了这么多年 老鼠的哥哥叫阿和 是个同性恋 母亲的过分关心 让阿和感到压抑 因此 她丢下了母亲 跟着男朋友跑去了美国 然而 就在她走之后 母亲因为站的高处拿酒 不小心从板凳上摔下来 一直无人问津 跑去高雄玩的老鼠 回到家 才发现母亲 遭一腐烂的尸体 她震惊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无法接受母亲的离开 从此 她也开始变得浑浑噩噩 一个下雨天 她又在玩蚂蚁 阿和因为在美国失恋 回到了家中 过去的事情 就像一把刀 慢慢地刺出来 老鼠家有一个租客 叫硕哥 硕哥是老鼠的偶像 她的女朋友 是老鼠的表姐大雄 两个人此时 正忘情进行着爱的运动 硕哥是一个陪客 她整个生活都是为了生存 她说自己 是蜘蛛网上的魔鬼 大雄说 硕哥就像一只苍蝇 到处寻找寄生的对象 她陪客人喝酒 玩脱衣舞游戏 取悦女富婆 只是为了富婆手里的钞票 不仅如此 靠女人吃饭的她 把自己的女朋友 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她日常的吃穿花销 都是依靠着大雄 她优雅地 躲在敢爱敢恨的 大雄怀里呻吟着 为了隐瞒自己的工作 她经常向大雄撒谎 而阿和一直生活在梦里 无论是曾经为了前程 出国求学 还是回到台湾 就职于一家电影公司 她一直在追求着梦想 和自己的梦境中 她白天干着正经体面的工作 晚上就在同性酒吧 跳着妖娆的舞蹈 期待着从与客人的 耳病思摸中 得到渴望的满足感 她一直对自己 吃同情恋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希望母亲能够接受她 可母亲一直酗酒 对这一切无可奈何 去美国前 她还一直不理解 母亲每天碎碎念的样子 希望母亲能够接受自己 不管她是同性恋 还是异性恋 她都是她的儿子 后来母亲死了 她说弟弟 一直将母亲的死怪罪于她 而她也很后悔 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影片的开始 老鼠跟母亲在家中跳舞 其实是老鼠的幻想 那时的母亲已经死亡 但是老鼠却不愿面对 因为在那之前 她离开母亲 去了高雄玩过几天 还把黑老大的脸划了一刀 她回到家 母亲很担心 说自己好几天不见她 她只说自己去玩了 玩什么也不跟母亲说 母亲抱怨她跟着硕哥玩 整天还带着垃圾和臭鱼回家 说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老鼠默默流泪了 她浑浑噩噩地待在菜市上 她喜欢养快要死掉的臭鱼 因为她好养活 又唾手可得 她喜欢和一只蚂蚁兮兮 黑黑的小步点 缓慢地爬行在她的手掌间 她着迷了 因为无论如何努力 她都逃脱不掉 她的天地 不过是她的弹丸寸土 她终日晃荡得热气腾腾 人生嘈杂的市井小街 昂首挺胸 又不乏夸张地 坐在粘腻的石板路上 仰头被混杂的气息淹没 她的耀武扬威和耀武喝溜 这个地方都满足了她 总之 她的人生又臭又烂 直到那天 她碰见了心爱的女人 老鼠一直厌恶母亲的碎碎念 所以 她把所有的爱 投入在一个雅女身上 雅女是她生命中的一抹亮光 她追随着她 从街头到巷尾 对雅女的爱浓厚且深情 雅女是个应援小姐 整条街都嫌弃她 欺负她 她身有残疾 而身份低贱 她的弱小 正需要她的强大 她的可怜 正需要她的同情 有时会遇到暴力的客人 老鼠心疼雅女 让她不要跟打她的男人上床 她理智气壮 又语气稚嫩 仿佛腰缠万贯 又俨然这个小地方的地头蛇 老鼠带着她出去玩 还把在菜市场打工赚的一点点钱 全部给了她 老鼠时不时告诉雅女 钱不够就跟她讲 那天 她买了一把便宜的香蕉 把香蕉包成花一样喂给雅女 用酒在地上撒出love 点燃蓝色火焰 为了保护雅女 那天 老鼠跑到雅女所在的宾馆里 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刀 割伤了嫖客下体 逃走后 她带雅女来到自己的屋子 俩人在房间喝着音乐起舞 影片中多次出现的蚂蚁 象征着哥哥阿和 老鼠对蚂蚁的喜爱 正如对哥哥的感情 她希望阿和早日从美国回来 抓到蚂蚁后 放入瓶中 是想让哥哥回家 这是她的归宿 老鼠是很想保护 她生命中重要的东西 不希望他们离她而去 那天 她与大熊喝酒 与大熊讨论着 选择阿和还是硕哥 老鼠选择阿和 正如醉酒的母亲 最爱的也是阿和 那一刻她一定醉了 恍惚间 终于把自己和哥哥 放在了一个平台上来比较 那点深藏在心底的自卑和不满 终于从心里的某个角落爬了出来 她才是被所有人都遗弃的小孩 无人钟爱 也无人关怀 妈妈的眼睛里没有她 妈妈的期许也从未给她 她从来就没有赢过 她哪里比得上她的哥哥 不过她不怕 她可以永远背着一个沉沉的壳 在时光的缝隙 在岁月的角落 在所有不重要的场合 彰显她的风采 在每一个平凡而乏味的早晨 呼应着邻里的人群 挑逗着街边的小贩 跋扈地卖菜 嚣张地硬撑 那天 硕哥遭到了前妻弟弟的毒打 带着满身的伤回到家里 阿和帮他清理伤口 他望着硕哥 俯身去亲吻 硕哥一下推开他 但幸运的荷尔蒙 还是在两个男人之间炸裂开来 在说不清的暧昧氛围下 两人发生了 还是尽情地探索了彼此的身体 此时 老鼠为了给牙女买衣服 半夜叫醒商铺的老板 给牙女买了一千块的衣服 然而等他回到家 发现阿和光着身子 在硕哥屋里 他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问阿和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不可思议地走进硕哥房间 发现硕哥此时 也光着身子睡在床上 老鼠失望地走出家门 而阿和跟硕哥在天台上跳舞时 扭在一起的身体 正如老鼠拍到的蚂蚁和蛆 扭在一起一样 阿和是蚂蚁 而硕哥正是哪只蛆 生于腐烂变质的环境中 以吞噬肮脏的物质为生 而蛆即将变成的苍蝇 是大熊口中形容的硕哥 到处寻找寄生对象 事实上 老鼠和硕哥也非常相似 那天 大熊晚上接到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是硕哥的前妻打来的 前妻把他带到了陵园里 把硕哥的一切告诉了他 硕哥的母亲早已得绝症去世 但他一直欺骗大家 说他的母亲在美国 前妻为了留住硕哥 帮他母亲料理后事 然而等到女儿出生 他才发现 硕哥把自己的钱全部骗走 拿给外面的女朋友治病 甚至还割了一个肾给他 即使这样 前妻还是爱着硕哥 他找到大熊 就是希望大熊把硕哥还给他 得知真相的大熊 回到硕哥那里 他手里拿着铁圈 一下又一下 扎进硕哥的身体里 大声对硕哥说 自己怀孕了 他知道了硕哥所有的秘密 阿和背着受伤的硕哥 跑去医院 而之前被老鼠砍上的 黑社会大哥 也来找老鼠报仇 将老鼠的女友 教训了一顿 老鼠看到昏倒的女友 就像已经死去的母亲一样 穿着蓝色衣服 恍惚间 他用刀直捅黑社会老大胸口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真正意识到死亡 才终于接受母亲身体腐烂 变臭生躯的事实 老鼠出现的地方充满了死亡 身上的死神纹身 死老鼠 发出的鱼 捅死黑社会大哥 而母亲 就如同死了发出的鱼 在老鼠接受了母亲的死亡后 他把将要死的鱼 放生到了河里 在河边思念着母亲 母亲的幻影出现了 他倒掉了罪恶的酒 伸出双手握住老鼠 两人在河边相拥 仿佛一切回归到了从前 镜头回到熟悉的菜市场 跟随硕哥的背影走进暗道 摇到上方灯管下闪烁的蜘蛛网 梦中的等待有了回响 心中的和解 也会伴随希望而生吧 由台湾导演张作记 主导的电影《醉生梦死》 获得了第52届 台湾电影金马奖十项提名 当金马奖把最佳剪辑 颁给张作记时 他却无法上台领奖 因为他正在狱中服刑 在电影首映当天 他被一名女演员指控性侵 而锒铛入狱 他也称为金马奖历史上 首位正在服刑的获奖者 影片有很多支离破碎的片段 拼接出了整个故事发生的前一后果 整部电影 从影像风格和剧情走向 人物情感都显得异常浓烈众口 影片侧重于表现母爱 然而却也是一份沉重的母爱 当哥哥向母亲坦白 我是同情恋时 母亲是担心的 而不是反对 她只是害怕 自己的儿子要如何生存下去 我想这也是一种关爱 无论多大年龄 在母亲的眼里 她依然还是个孩子 但这种担心 却成为他们的枷锁 他们不过是想要活得快乐 做自己 老鼠对硕哥一直是崇拜的 他会把母亲的死 怪罪在阿和身上 自己也正如地上将死的老鼠一样 苟且偷生 但没有怪罪让他出去玩的硕哥 直到看到硕哥跟阿和在床上的那一刻 老鼠对硕哥的崇拜之情开始崩塌 对阿和也充满了失望 硕哥的生存不过是苦苦挣扎 一直为了生存努力 却一直什么都未得到 母亲死了 奋力救助的情人死了 爱她的大雄得知一切后 也要把她赐死 这四个人物各自的命运 贯穿在了整部电影中 沉醉的鱼 偷生的蛆 幻梦的蚁 死亡的蜀 最终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与归宿 只好化作一曲枪尽酒 鱼耳通宵万苦愁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订阅福哥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